看下翼龙15的时候对这个屏很有印象 观感可是面积大小都挺好 没有像拯救者那个16寸的屏 导致整个机器非常重 但是也有一个担心 就拯救着那块屏 到了小线上同一块屏 观感就不如在拯救者上 懂我意思吧 就拯救着那个16寸的屏 在轻薄本上会导致整个机器大和重 15.3的这个屏 在这个机器上是什么样的表现 是我最关注的 机器的性能其实没有一点悬念 我猜测哦 它的主板应该和14X是一样的 因为正常的厂家一定会考虑成本的问题 它都已经这个价格了 机器是我自己掏钱在他官网买的 不是广告不是掐贩 不是厂家充值的喉舌 包装箱 原封的封口 里面黑层箱子 里面金属的鲜灰色 稍微有点打手的重量 地壳很正常的样子 机器的厚度 左侧两个C口HDMI和耳机耳麦口 右侧有限的网卡两个A口 背后没有接口 但有两个非常肌肉饭的出风口 脚垫在桌面主力感挺好的 单手开合没问题 平时三面窄边框 但是底部有点宽 整个机身的边缘都没有个手感 很遗憾 15寸的机器没有数字小键盘 触摸板的手感还可以 键盘的手感也正常 大的方向键 点源键也有明确的段落感 机身的刚性正常 但扭动起来还是有一点形变 并且有咔嚓咔嚓的声音 电源适配器100瓦C口 250 1880克 其实还蛮重的 和16寸的机器 没有拉开重量的差距 键盘的背光是摆设 FN加F1可以控制性的模式有三档 我怎么觉得这个机器和14X 有点不一样 主板的BIOS是4月25号 CPU你们很熟悉 8核16线程16兆的3G缓存 内存是24G的 美光的5600是两条12G 之前开箱14寸的时候发现 因为受到内存的影响 导致核显的性能发挥并不理想 硬盘是长江存储PC300一T 五线网卡是英特尔的X200 核显是你们很熟悉的780M 打字已经打了一些 这个键盘的手感还是可以的 这块屏是京东方15.3英寸 2560×1600分辨率 120赫兹的刷新率 观感还不错 配置的没什么毛病 内存和缓存 我看了14X的数据 这个机器甚至还低一点点 工业软件测试 好完了表格里面红色好 绿色不好算是一个中上水平 新半路打是总分138万分 老半路打是核显13万 屏幕亮度是最高 刷新率是120 一共播放了6小时55分钟 将近7个小时还不错 屏幕亮度 因为没电了 现在关机充电 拆下满上98瓦 温度还蛮高的 61度 CPU的跑分最重要的是 R23多核10分钟 是16307 上了16000了 就已经是CPU的最好表现了 英特尔的U7高1.8% 高一点点 U5低14% 戴尔的R7低20% 台式机的R5高47% 单核的跑分1747 是CPU的正常水平 跑分的时候机器会有沙沙封闪 但只是沙沙封 没有意向 预料的全部跑分 你们自己看一下 连续跑30拉R15 很正常的 AMD CPU的表现 最大值是2699 最小值是2609 差值是89 差值小时好时 后面基本上是在2630左右 拔掉电源跑23多核10分钟 不擦电的跑分是13969 降低了14.3% 在AMD CPU里面算是比较一般的 AI绘图 CPU占用百分之十几 显卡占用80%左右 1分21秒82完成 这是一个正常速度 倒是5G14差慢很多 慢27.8% 1万多行电子表格 转换字体的时间 CPU的频率是4.9G左右 53秒完成 英特尔的U7快7.5% 格式工厂转换视频的时间 是118秒 是同类CPU里面最快的 英特尔U7慢一点点慢3% 英特尔U5慢18.6% 对右边最慢的是戴尔玲珑 慢22% 最左边是台式机的I5快25% 点映剪辑视频 CPU占用百分之十几 显卡占用百分之百 这个大屏剪辑视频的话 感受不会差的 97秒完成 戴尔玲珑慢6% 华硕的ADo快7.6% 最左边最快的是台式机的4060 3050快27% 最后最关键的是看3DMark 可显卡到跑分了 显卡2668跑分的时候 显卡频率是2.7G 频率没问题 但跑分就是2668 这是内存导致的 这个跑分的比14X稍微好 一丁点14X低 3.2% 戴尔玲珑更低低 3.6% Yoga同样的核显高15% 英特尔的U5高30% 英特尔的U7高42% 最右边最高的是台式机的3050 高80% 单烤CPU刚开始74瓦 但是我们注意电池有9瓦左右的放电 这个时候擦线板上95瓦 一分钟左右降到了60瓦 环境温度24.8度 15分钟还是59瓦左右 88度 全核频率4.15G左右 开始双烤CPU降到了3.5G左右 温度也降了 线板上98瓦 噪音在人的位置是1.4分贝 机身上59.4分贝 已经烤机了一个小时 CPU73度 全核频率3.5G 核显频率1.88G左右 62度 电源适配器的温度非常高 单烤核显可以跑到2.7G62度 烤机的热神像PC300这个硬盘 你们很熟悉了 本来我都不想跑了 这是硬盘的跑分 其实真的开箱机会有很大的重复 会显反 机器内部一共三条热管 这就难怪散热OK了 开头猜错了 这个主板和14X完全不是一码式 整个布局都不一样 14X的内存是这样摆布的 它是横着的 这个下面是两个内存擦槽 擦到两条内存 可以自行更换升级 风采一小一大两个出风口 这是无线网卡 养生器的效果一般般 这是主硬盘280的 这里还有一个280的硬盘 电池90瓦时很大 D壳也被借用来给硬盘做散热了 机器内部没有什么明显的槽点 我估计和14X根本不是一个模具厂家 我猜测 好了简单跑这个游戏 刺客清掉英零电1080P的最低画质 CPU的频率可以跑到4点几级还好 温度723度 52帧和14X是一样一样的帧数 小星同样的核显高13% 戴尔同样的核显低5.7% 英特尔的U7低1帧 英特尔的U5低7.7% 台式机的低端独显3050高88% 古墨丽影1080P最低画质 55帧帧数不好 比5G14X还低1帧 戴尔同样的核显低2帧 小星同样的核显高20% 英特尔的U5高14% 英特尔的U7高21% 地平线51080P的最低画质 可以玩我已经跑过一遍了 79帧显存占用了4G 5G14X低2.5% 英特尔的U7低5 英特尔的U5低10% 同样核显的小星14高16% 最后坦克世界 这是1920×1200的高画质 就第三档画质 操作感受倒是没问题 比较跟手 机器上手的第一时间 我在心理上其实就有落差感 机器革命自家的翼龙作为一个游戏本 和他用的同一块屏只比他中了150克 2030克的一个游戏本 我会觉得轻是有感的轻 这种体验是比较好的 1880克的一个轻薄本 而且不那么薄 因为同一块屏我会有心理落差 和我心理期望的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他能够在14寸中个200克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你们自己看一下这块屏 其实是有空间 是有可能性 把它做的更小小一些的 不符合我的期待 和那些16寸的机器 根本就没有拉开差距 就糟蹋这块屏了 这块屏明显比那个16寸 要更适合做轻薄本 还是想办法做一个更轻薄的机器吧 我相信机械革命不做的话 后面一定有其他厂家会做这种机器 不要起个大早 改个晚级 机器本身的表现 我也不想重复了 只是重了些厚了些 价格也没问题 4299嘛 单独拎出来夸一下 这个键盘的手感还可以 只是没有数字小键盘 我个人不喜欢 手感还是可以的 我一般不会把一个细微的点 给拎出来说 一定是还不错 我才说的 开箱完毕 开箱机折价的减300块钱 就是3999 会随机的时间上架了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做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做中文的中正电脑 不是中正评测 不是中正测评 是中正电脑 就这样拜拜